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姚哥 今天我们的故事是北京城区的一座 始建于辽带的皇家园林 在这座园林里有一座标志性的建筑 它就是白塔 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都猜出来了 今天咱们来到的就是北海公园 在北京城区故宫的西北方向 有一片水域 叫做北海 这片区域还有一处占地68.2万平方米的皇家园林 它就是现在的北海公园 来到北海公园 很多朋友会想起一首歌曲 叫做让我们荡起双脚 这首著名的歌曲歌唱的地方 就是北海公园 很多朋友来到北海公园 认为这北海跟故宫是一样的 都是明清时期修建的 其实北海比故宫还要遭几百年 在辽代的时候修建了姚宇宫 到了近代 这近代的皇帝在姚宇宫的基础上 又开始叠石造山 当时这湖叫做西华潭 湖中的岛叫做琼华岛 当年这琼华岛上可不是一座白塔 而是一座大殿 叫做广汉殿 在辽晋时期 北海属于皇家郊区原地 因为当时辽南京和新中都在北京的西南方向 这个地方在当时还不是城区 到了元朝 这元朝的皇帝对琼华岛进行了三次扩建 他们以琼华岛为中心开始营建大都 当时这湖叫做太叶池 在太叶池的东侧修建了大内皇宫 也就是皇帝居住和办公的地方 在太叶池的西侧修建了龙福宫和新圣宫 在大内皇宫修建之前 这忽必烈就住在琼华岛上 到了明朝时期 这朱棣迁都北京后 在北海的东南方向修建了紫禁城 到了明朝万历时期 北海琼华岛上的广汉殿 就倒塌了 此后一直没有修复 直到清朝顺治皇帝时期 在广汉殿的旧址上 才修建了一座白塔 到了清朝乾隆皇帝时期 对北海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 咱们现在来到北海公园 看到它的面貌 就是清乾隆年建形成的 大家看 这北海公园的人 超出我的想象 这过年都不在家带着 这排队的都是进入并场的 咱们现在去白塔的方向 不修建了 其他并没有 酒精争帝时期 不修建 直到我们放下 不修建 这一切 不修建 旅行 老少爷 最我们都要 没有 北海 不修建 结果 超出的 我现在已经过来了 那边是北海公园的南门 这座桥叫做永安桥 在桥的北侧 有一对石狮子 特别有意思 像咱们眼前这对石狮子 大家看 石狮子的脸 是朝向山门的 在很多寺庙的山门前 都会摆放石狮子 但狮子的脸朝向山门的 真的是非常罕见 其实这两尊石狮子 和永安寺没有太大的关系 他们看护的不是永安寺 而是这座永安桥 最初永安桥是 元代修建的一座木桥 这乾隆皇帝扩建北海的时候 拆除旧桥 修建了一座信氏桥 而且还把永安寺进行了扩建 由于帝氏的限制 这新建的山门 离永安桥比以前就更近了 因此永安桥的石狮子 看上去就像永安寺的石狮子 给放反了 接下来咱们进入永安寺 进入山门后 就能看见一座大殿 叫做法轮殿 殿内供奉的是释迦摩尼佛 两侧是八大菩萨和十八罗汉 因为是殿内佛像 所以就没有进行拍摄 绕过法轮殿就开始爬台阶了 平台上是永安寺的第二道山门 牌匾写的是正决殿 里面供奉的是弥勒佛 很多朋友来到这个地方会错过这些太湖史 他们可是从北宋都城搬过来的 在1127年 这晋国大军攻入北宋都城 俘虏了徽谦二帝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靖康之池 当时金军来到宋徽宗修建的皇家公园内 把所有的太湖史全部运到中都 也就是永安寺内的这些太湖史 也就是说当年金军不仅把人带过来了 还把石头也给带过来了 继续往后就是永安寺的第二个院落 院子里还有一座大殿 叫做普安殿 殿内居中的位置供奉的是宗喀巴大师 穿过普安殿就是北海的标志性建筑 白塔 咱们从外边看这座白塔 只能看到砖石 其实白塔内部还有一根30多米高的摆墓 作为主心目从塔基一直通向塔顶 为了防止塔内的木头潮湿腐朽 这古人还在塔身上设计了300多个通风孔 很多朋友看到白塔后会有个疑问 这座塔里边有什么宝贝吗 这座白塔在1976年因为唐山大地震 塔顶遭到损坏 后来工作人在修复白塔时 发现塔内藏着一个金漆盒子 这盒子里边有两颗舍粒 后来又在塔内发现了一个九两种的纯金盒子 据说这盒子里边有朱砂 有释迦摩尼佛牙一颗 还有18颗舍粒 非常的珍贵 关于北海白塔 还有一个正海的传说 据说在白塔下方有一个海眼 为了防止海眼发作 带来水患 又在塔前修建了一座小店 店内供奉的这尊佛俗名正海佛 但是这尊佛没有保留下来 大家看在白塔下方还有几座炮胎 很多朋友来到北海白塔都没有注意到它 在清朝时期 北海白塔还有一个实际作用 它是一座信号塔 当年白塔建成后 是当时北京城的最高点 从清朝顺治皇帝时期 白塔下就设置了五个炮台 还有五个旗杆 在北京城内九门的城楼上 也分别设置了五炮台 五旗杆 这是干嘛的 在当年如果 京城遇到紧急情况 以放炮为号 白天挂旗以旗子的颜色指示方位 到了晚上开始挂灯楼 只要白塔上一放炮 京城九门必须放炮响应 当时这京城官兵听到炮声后 必须马上披甲奔赴指定地点 因此在清朝 这座北海白塔也是一座信号塔 如今三百多年过去了 这座白塔依然屹立在北海的琼华岛上 在向过往的人讲述着 他的前世今生